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来看 其实今早六点几时间就先看大陆新闻 当然最关心的现在大陆没有第二个势力 只有习主席是这样的话 我们重点的就是看着经济层面 昨天 星期一 中国的股票创新低 已经跌了二百日的小升幅 累积的小升幅现在全部清零 今年的1月3日 1月1、2、3月 所谓的叫小阳春全部归零 就是我们放弃了动态清零了 我们中国的经济开始有起色了 但是不是 昨天将今年所有的升幅全部清除之外还有 当然是人民币汇价 早前7.2 跟着一直跌 但是昨天也都 人民币跌破了新高 在岸人民币 不要记归案先 已经去到7.38 但是昨天早上我们中央放水 令到它的跌幅放一放缓 升回多少 接着一跌到底 即是由头到尾 你放水的钱不够 托不住 即是来到这里 我们经常说 股 会 全面下跌 那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多么严峻 最新当然了 我们中国的经济会议就出来说了 哎呀 最重要的就是消费带动得不够 只要带动到国内的消费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专家 真是回去专家 连我都不如 实际上中国在这大半年里面 你说它放水放得多少 是不是 即是人民币供应量已经突破了43万亿 即是再放多43万亿的人民币 结果一点都没有 那你还要放多少呢 信心在哪里呢 人民尽愿存钱 尽愿收买在床下底 都不拿出来 那你就要想了 究竟你有没有招 之前 李克强临去德国 法国的时候 他做了几招 刺激新能源汽车 下向 补贴政策 放一万亿人民币国债 下调利率 刺激楼市 到现在你看看 外汇 甚至汇价 股票 要齐齐扑街 那你就要问了 你还有什么招可以 试出来 当然来到这里 不是说没有的 但是全中国在等着 习近平发落 为什么要等习近平发落呢 因为盛传了很久 即是李强不够力 即是好消息公布啊 大水满灌啊 怎样的 真真正正话事的人不是李强是习主席 现在传闻 之前说连放十几招刺激经济在上周五 结果雷声大雨点少 什么都看不到 这样下一个就要由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负责 才再推出一些救市 但是说明 是 在政治局委员 会议那里 推出 即是由习近平负责 但是那个问题在哪里 什么时候开 怎样开 这些一片空白 过往惯例 就是政治局 这些这样的会议 就是每个月的28号 那明天 会不会 还是下个月7月份的28号 如果下个月7月28号 就是还有个几月 那个市场会不会再跌一些 之前看报道就是 中国的专家说 哎呀 第二季季度 中国的GDP去到6.5 有可能去到8天 还有三天 今天27号 就是27、28、29、34天里面 去到星期五 去到星期五 GDP可以去到6.5 退一半步 如果你5.5 你都会赢 就以经济出口数字 就以 云格 你一强 经常都说 你想知道实际的经济状况 你用电力 运输来看 现在中国 去 美国西岸的 的运费 已经跌到900元美金 一只40尺标准货柜 同期上年的是18000元美金 续续跌回0.5% 就是知道中国的经济 出口是多么差 那你说不是 你以为只是去美国吗 我们有很多地方的嘛 事实 东盟国家 和美国以前 美国排第1 欧盟第2 接着有变化 美国排第1 东盟排第2 现在就是东盟排第1 这几年 但是今年 出来的数据 东盟都全面暴跌 即是你怎样说 中国的经济 已经出现了 有历史性的大溃败 要等习近平发落 还要等到 明天 下个月 还是到时开会 提都不提 所以这几天很多人问 包括我在清迈 那 跟我一起来的雪儿 和她的朋友 即是那个女性朋友 他们 对这些一无所感 一无所知 岁月正好 那当然啦 我都不打扰他们的岁月正好 一程飞机 不是呀 多好啊 中国经济 看到 我不知道他们看 抖音啊 看笑红书啊 还是看 什么 跟着说 哎呀 中国消费很强劲啊 你看一下 怎样怎样怎样 永远都有这些人 生活在这个梦里面 那当然啦 我们这些 不要打扰他 不要叫声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 记得点赞 追踪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说 加入会员和披萨 大肥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